立院司法委员会昨天安排立院秘书长林志佳就议事中立仪式进行专案报告并且备寻 委员会上蓝委各个炮火猛烈 质疑立法院长游锡坤主持议事时跳过国事论坛 根本是在偏袒民进党 立委郑立文怒呛立院行政不公 说到激动处一旁的立委周春敏也参战 两个人拍桌互骂火药味相当浓厚 没办法打架所以不打就对了 拍桌互骂蓝绿立委好大的火气 你来我以往谁也不让谁 司法委员会俨然成了两个女人的战争 我为什么下次要跟你插嘴奇怪了 你这样为什么这样骂人家 怕干你什么事啊 所以嘛你看看 你们不是在保护议事人员的张力 你们是在立委意识人员的中立 国民党立委郑立文炮火猛烈 怒呛立法院行政不公 日前蓝绿两党以美族议题 在立法院爆发冲突 蓝维更怒批院会跳过国事论坛 投票程序大有问题 你们失控 我讲话大声没有失控 是你已亏 这个我们都有失控了 你们立法院严重失控 面对国民党批评立院秘书长林志佳表示 只要一党占领主席台就没法进行国序论坛 针对内脏之乱也会要求国民党进行赔偿 叫那个清洁公司来做特殊的清洗跟消毒 是大概五六万块钱而已 换地毯要一百多万 蓝绿战火还没完 民进党三十号紧急假动 立委一场外头等候备战 所以我今天不怕冷 但是我怕被文字养会抱紧 民进党立委赵天龄不怕冷 但光是脖子就被盯了 十二包只能拿出文箱来应战 美助议题持续延烧 国民党党立法院攻防一坡坡 周二的立法院恐怕又是一场混战 记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